YTL跟YTL Power 还会不会跑呢 这一次的这个video呢 会跟大家呢就是分析一下呢 这个YTL YTL Power 当然还有其他的鸡蛋股 地产股 哪一些股呢 是在接下来的这个三月份呢 是我们看的这个股票 千万呢不要错过 一定要看到最后的最后 然后呢当然 我们每一个星期呢 都会一直的发片 让大家呢看到呢 马来西亚的股票 哪一些呢是最好的 还有呢 这一次的这个video 也会跟大家分享 有哪一些 要特别特别小心的股票 所以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 因为呢 每一个订阅 每一个点赞呢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为什么我会 每一个月发的芯片 就是因为呢 有收到你们的点赞 你们的订阅 所以记得也可以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我们马上呢 讲这个股票 这个食品的板块呢 还是一个强势 食品的我们的户口里面呢 一定就是应该要有的一个板块 这些都是之前跑的 所以呢 只要呢 它还没有变红色 这些回调呢 其实呢 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 只要呢 它没有转橙色 它没有转橙色的话 这些拉回来呢 这些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 所以呢 你们我三月要看什么东西 还是一样就是食品 中油 鸡蛋啊 什么啊这些 其实呢都是呢 还是那些强势股 所以 这种CCK 这个已经跑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 你要找那些 还没有跑 或者是 已经是一个 uptrend 不过呢 它在休息着的这些股票 这CCK呢 算是呢 其中一个强势 如果有回调啊 什么啊这些呢 就是最好 所以CCK呢 算是蛮漂亮的 蛮厉害的 其中一只股票 当然也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PWF 这些呢 都是呢 就是吃的 所以刚才我也是说 就是啊 什么TH plant啊 当然 TH plant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啦 因为它飞的比较快 所以你不是抓这样子的股票的人 可能呢 它不适合你 OK 有些人他们要买200千 300千 可能呢 这样子的股票呢 你进场了 那个庄家看到你 他都怕 他都要丢票 所以呢 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RG呢 也是Food Processing 当然这种股呢 是给那种价值投资的人啦 就买不多的 买不多的价值投资者 比较适合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RG呢 也算是一个食品的uptrend 所以 United Plantation 还是一个uptrend 所以呢也是一样的 就是呢 Food Processing 所以Tel Sing呢 从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这些呢 都是就是所谓的一个大趋势 QL算是鸡蛋股里面最慢的其中一个 LHI呢 是跑得很快 差不多要回到那个IPO了 不过呢 暂时不是一个漂亮的进场点 所以LHI也是呢 就是鸡蛋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讲 哇 这个鸡蛋的效应 真的是呢 就是非常的大 记得呢 帮我like一下这个video好不好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现在马上 click一下 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所以YTL本来呢 它是转红了 后来呢 它拉回来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看到吗 这边 它本来转红色了 过后呢 它拉回来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市场呢 有洗盘 有洗盘的话 如果真的往下掉 这样子呢 就是完蛋了 不过呢 在这边呢 它洗盘洗盘洗盘了 它没有往下掉 反而它往上涨 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反弹 庄家呢 再一次的进回 所以呢 如果 如果 它保持在这个价钱 2块4毛以上的话 其实呢 大家应该看涨 看涨的意思就是 看它会涨啊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就是继续呢 保持着乐观的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没有掉 如果它真的不好的话 它是 在紫色线的下面 它不好的话 它是在红色线的下面 所以现在呢 它是已经突破了 红色线的这个阻力 所以上一次呢 你看到它突破红色线 你看到它突破紫色线 这个呢就是一个 趋势的一个开始 所以可以说是 YTL 它从这边突破 转青色 它就一直 跑着这个上升趋势 OK 它也出现了一个blue arrow 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 这个呢是一个 转折点 一个转弯这样子 YTL 算是呢 还是OK啦 就是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没有掉 庄家还在 YTL power呢 它也是一样 就是呢 这边是一个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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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了 往上涨 所以当然 如果它掉的话 我们要注意的 价钱呢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它掉 below 这个位置 可能是不好 有掉的话 才不好 不过呢 如果它往上跑 哇 这个呢 很多的这个trader 可能会冲进来 因为呢 你看到吗 这个blue arrow 如果它往上跑 它就往上冲了 你知道吗 就很多人呢 会进来炒这个股票了 因为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一个setup 所以在这边看到了 庄家还在 只要你看到庄家还在的话 我们呢 就是其实在跟庄家一起 做 3月呢 还要不要看ytl 答案呢 就是呢 要 还是要看着这个ytl 所以我们还是看涨 还是ok 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到 哇 有tenaga跑 哇 这样子呢 也是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呢 也算是一个同一个板块 所以tenaga有跑 然后ytl power 有跑 这个是正常 代表很健康 对不对 当然这些东西啦 我们今天分析呢 是以今天的这个趋势啦 那就是暂时来看的话 庄家还在 暂时看一下还是蓝色 暂时看的话 它还是高过这个紫色线 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ok我们来看一下呢 地产股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UMS 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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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点点 要起 要起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星期 希望呢 他给我们 比较明显的一个走势 所以在这边呢 他遇到了这个阻力 在这边呢 他遇到这个阻力 在这边他遇到一个阻力 这边 然后呢这边呢也是遇到阻力 所以呢这边的阻力呢 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只要呢 他能够站上这个一块一毛 站上去 不要回来 一块一毛 一块一毛二 一块一毛四的话 这一个呢 可能那个庄家呢 在收票 可能庄家 就是想蹭低的时候 蹭低的时候 可能有经常蹭低的时候 蹭低的时候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算是蛮 漂亮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整个higher low 这些全部都是有支持点 暂时呢是ok啦 暂时没有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呢 他在考我们的耐性 当然UEMS 他算是呢就是 比较多trade的一个股票啦 OK market cap也是5个billion OK跟其他的有一些比较小的咧 可能我们不可以比 OK可能不可以比 所以整体呢你看到他从这边 可以跑上来 所以如果能够站上去的话 才是真正的好 不过呢 这个所谓的地产股到底好不好 so在这边 其实主要的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三位 为什么呢 因为三位 它是已经是突破 它过去的一个月的一个高位 这边突破 然后呢这边呢也是往上涨也是突破 今天小小的回调 所以如果这个三位 它还可以继续的跑 它对这个地产股呢 其实呢是带来一个信心 所以呢其实整个市场 这个地产股 其实是算是还蛮不错的 蛮好的 所以呢在这边有没有可能 就是呢如果这个地产股全部一起跑 如果啊它全部一起往上跑 大家呢发达的机会呢其实是有的 还是有的就是想哎 如果它全部都往上跑 你买三位也好 IOIPG也好 UMS也好 所有的 全部都一起跑 ok这样子呢 ok你要不要就是抓到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IOIPG 所以在这边呢IOIPG也是一样 其实呢整体呢的表现呢 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它慢慢的起 所以整体呢 这个呢我们的进场点呢 都是在这些Blue Arrow 所以呢其实呢 这个股呢 它不是第一天往上跑 不过跑到现在 跑到过年 跑到这个庄家休息了回来 其实呢它的量啊 它的庄家啊 全部呢都还是一个蛮漂亮的 而且它的这个RKT呢也不会很高 代表呢其实它暂时的这个波动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整体呢这个地产股呢 还是一个就是非常强的 好消息就是 今天呢大家都有很多的选择 有公用股啊 有鸡蛋股啊 有一支油股啊 还有呢有很多的地产股 EcoVest 往下掉的肯定就是不好 好的股票呢是掉的少 涨的多 掉的少 这种叫做好的股票 所以当然呢 EcoVest呢是比较差的 也比较差的 然后呢当然那些什么IWCity啊这些 也不容易啊 因为它是红色 好的股票呢不是红色的 好的股票是蓝色 蓝色的时候呢 才是它就是漂亮的时候 不过 IWCity这种呢是太难了 也太难了 整体呢这些什么IOI啊 Sunway啊 是最强的 EcoVest呢 没有这样有诚意的感觉上 在这边呢注意什么东西呢 注意呢那些没有起的往下掉的 跑很慢的 那种没有什么量的咧 我们也 也很少回去动啊 没有什么量的 But overall 很多股票都是跑着Uptrend 所以呢 暂时来讲 大家都可以赚钱 为什么那种比较少量的 那种Battern 怪怪的这种Candlestick怪怪的 我们不动 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 你要出的话呢 就比较难 我们尽量就是跟着那些 最有Volume的 最Uptrend的 最Steady的 然后公司不要太小 这种400多个Million 有点小啦 然后呢不要太便宜 那种少过五毛钱的 通常呢 我们都没有什么动的啦 现在这个Market啊 很多股票都是涨 如果啦 这个股票是长期下跌 或者是当天啊 一天要掉3%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所以呢 好的是没有什么掉的 才叫做好 涨的话 它涨得比别人快 那个就是 好的股票 那种 掉的话 掉很多 那种就不是很好 就整体呢 这个KLSE KL的股票 最差的 我们帮大家看一下最差的 AX 特别特别要小心 特别小心这个股啊 这种什么SFP tag啊 早就我们就剃掉它了 这个呢 要特别 特别的小心 因为呢 这样子的 我们叫做Waterfall 它本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点 不过呢 这个支撑点呢 跌破了 接下来可能会跌到一毛钱啊 都有可能 以前呢就看到 有一些股票呢 它也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买了 然后呢没有管 放着 所谓的长期投资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 OK 马股没有什么长期投资的 很少 所以在这边 SFP tag 这个比较差的股票 这个 IoC Titan也是很差 这个 Julian 你看到吗 就是掉28%也是很差 Gtronic 这些没有起的 全部很差 AAX很差 OK 这些 Dufu全部很差 这种什么Side Park 很差 所以千万呢要注意 这些不好的股票 这些是市场上最差的 最烂的 Downtrend的股票呢 我们不要动 OK这种什么BJFood啊 不要动 Hexim Hexim OK所以呢有很多的股票呢 还是呢就是呢 Downtrend SMRT啊这个股啊 这些呢都不是 最好的股票 那些什么Ata Im 这些股呢全部呢 都是过期的明星 InSasa 这些呢都是呢就是 特别要小心的 不不大好哦 这些比较危险的股 比较危险的股 OK 那种MINEG啊 哇这个 Najib 这个 这个是六年前的股票 这个 没有人看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找不到好的股票 你重复看这个video 看多一次 不一定呢就是要在最高点去买这个股票 好的股票可以先看 看了过后呢 等一下它掉的时候 你再来看要不要买啦 OK所以呢在这边 OK我们看的叫做大趋势 今天呢当然呢就讲到这里 记得make sure你有已经like这个video了 每一个星期都会launch一些video 然后呢这些呢都是能够帮大家 免费的学习的 所以呢记得subscribe to我们的channel 希望这个市场呢继续的往上跑 3月呢继续的再创新高